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太北府到了 不过这样也好 从此以后在脖子见的 也不是无依无亢 你放心吧 你哥嘱咐的我都记着了 何况 你还好意思说 我告诉你 运迟 小白的事情是真相大白了 不过你隐瞒我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刚才不是已经全都告诉你了 这事就算翻片了 还有我提醒你啊 小白这个称呼 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 如果你敢在别人面前说起的话 我就 你就怎么 怎么 在脖子剑里面 你的确是有权利 不过这出了脖子剑 你管我 竟然敢装醉炸我 燕四眼 这哪股子蝎蝎把您给吹来了 我听闻你预期的事情了 现在经兆府已经开始查办了 等你伤养得差不多了 严三郎会来问你几个问题 伤都是小事 我要打听一个人才是大事 昨晚能够私里逃生 都亏了那个高人的香酒 高人 那高人 从天上那么飞了下来 不雨如风 朝朝凌厉 把那个贼人打得是个落花流水 那几招 快到去 快 快 快 哎呀 好 你还是别演了 坐上去吧 你 然后那个 我不想听 有些 你这 我是担心那贼人兵器上有毒 你别多想 虽然你是一个性格顽劣 不涛老师喜欢的学生 调皮捣蛋 在学业上也毫无成就 白白辜负了雨兄对你的一片欺望 但是 还好你毒得快 这个贼人真的是冲着你的性命去的 下手极狠 武器也非常锋利 不是 四爷你说我到底是遇到什么儿让啊 还要这么埋伏我 你先是被下毒 现在又是遇刺 你就不能安生点 不要追查那些事情 好好地毒术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 四爷 这样你就太卑躬蛇影了 我们遇到的这种事 此次再也不行动的话 他们下次再对着无辜之人怎么办 我都怀疑 此次他们就是朝着周永远跟前九姑娘去的 你还有心情担心别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